刚刚结束征战全运会女排资格赛的女排国手们 外加教练组的成员共计32人 在今天陆续前往位于浙江宁波北轮的训练基地 展开今年的第三期封闭集训 为东京奥运会进行新一轮的备战 中国女排近期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她们将会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奥运会排球测试赛 按照计划 中国女排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1号下午6点20分 与日本女排交手 这也是中国女排在2019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 首次亮相国际赛场 中国女排预计4月25号从北轮出发前往日本东京 北轮的集训我们就是应该作为奥运会 最后一个冲刺阶段的集训 第一期就这一期应该第一个阶段是比较短的 我们将近只有八天的时间 做一个很快的一个恢复和配合 就要去日本参加奥运会的测试赛 我们也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们可以在奥运会的比赛场地 去和日本队进行比赛 国家队队员我觉得表现还都是不错的 当然我们是因为国内自己的比赛 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国际比赛的检验 希望我们能够找到打这个国际比赛的感觉 麦Rad 这么快的 就是这个国际部的 услов